HIGH! 大家好 我是Kell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前一陣子收到觀眾留言說想要看的 學生一週穿搭 今天會利用這八件單品來打造一週的7天不重複穿搭 这次搭配的服装都是来自品牌MOBO的 MOBO是一个追求简单舒适的品牌 在他们官网上也可以看到许多简约基础款的单品 非常的大众化 我觉得是各个年龄层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合适自己的单品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这次分享的呢都是在千元以下 所以也非常的适合学生族群入手 其实呢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MOBO的衣服 我会一边分享穿搭 然后一边分享我的真实穿着感受给大家 提醒一下今天的影片呢 到最后会有抽奖的活动 是大家记得一定要看到后面哦 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首先第一套呢是比较日常的清新穿搭 总共会利用到三件单品 是品口的细肩bra tub 加上防亚麻长板真织背心 裤子式纸筒丹宁裤 OK先从内搭的单品开始介绍 这一件呢是品口的细肩带bra tub 颜色呢是极地叶蓝色 我拿的尺寸是M号 价格是299元 总共呢有五个颜色 分别是基础的黑白灰 以及有彩度的砖红色跟这个蓝色 这个蓝色呢非常的漂亮 我就是一个沉稳的蓝色 但是呢非常的称肤色 我一拿到手其实有一点 诶 惊讶的感觉 因为它是才299的价位非常的便宜 但是我觉得它的布料呢 是非常的轻敷而且有弹性的 它是做了可以采取式的一体成型胸垫 就算穿了一整天也不会跑位 肩带呢也是做了这样子的可调节式肩带 可以依据自己的身形去做调整 小细节呢就是它这个调节扣缓的颜色 跟这件bra tub是同色的 我觉得它的质感是还蛮不错的 整件的触感呢非常的丝滑 因为到夏天很多女生就会想说 诶 如果我穿透肤的上衣啊 然后或者是细件袋的洋装 那我里面的内衣到底该怎么搭配 这时候就是很好的可以利用这种瓶口的bra tub 再来外搭呢是这一件 简约凉爽防亚麻长版针织背心 价格是899元 颜色总共有黑色 墨绿色以及沙漠杏色 我手上呢就是沙漠杏色 我拿尺寸是M号 近看可以看到它是这种 镂空感的针织材质布料 就是我夏天非常喜欢穿的这种洞洞材质 它的垂坠度呢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的 在夏天就会觉得穿起来很轻盈凉爽 长度呢我穿起来是刚好到小腿的位置 它总共是做了四颗排扣的设计 这套我是把它整个扣起来穿 我觉得想要称赞它的呢 就是它的肩膀这边的宽度 我觉得是做的蛮够的 所以穿起来呢是非常的顺身 可以收拾手臂的线条 所以呢对于夏天穿无袖也比较害羞 或是对于手臂比较没有自信的人呢 我觉得就可以从这一件开始下手 去尝试无袖的单品 下身的裤子是搭配这件 舒适弹性简约直筒丹宁裤 颜色是牛仔蓝 价格是699元 我拿的尺寸是L号 其实我收到的时候 觉得它比官网上面的涂 颜色看起来还要再更饱和一点 它是这种蛮饱和的一个中蓝色 布料是属于有点弹性的柔软布料 它穿起来比较不会有那种 一般厚磅的牛仔裤的闷热感 我觉得是还蛮适合夏天穿着的一条裤子 它特色就是它的口袋 是坐在前面两个正方形的 然后外围是有米白色的缝线 然后后面是做这样子的后松颈设计 所以即便是刚吃饱 也不会有那种 诶 整个被束住的那种压力感 整件是直筒的版型 我觉得以我离形身材穿呢 我觉得它修饰腿型的效果是还蛮不错 穿起来可以让腿看起来是非常的直 但是我觉得它的做工呢 就是比较普通一点点 近看它的细节跟缝线来说 我觉得就是对了其他这个平价的699元的价格 搭配上米白色的贝蕾帽 以及同色系的帆布包跟拖鞋 看起来呢就可以让穿搭更有整体感 这是一套呢很日常 很适合去上课的穿搭 再来第二套呢是一套套装 简约的宽松V领上衣 加上简约松紧长裙 这套颜色呢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它是一个柠檬绿色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青春有活力 先从上衣开始介绍好了 这件是MIT清爽抗菌 简约宽松V领上衣 我拿尺寸是M号 价格是699元 它颜色总共有海盐灰 柠檬绿跟纯净白 领孔是做了一个V领的设计 长度呢大约我穿起来是到肚脐的下方 对于腰间肉呢比较有顾虑的人 我觉得就可以很安心的穿着 不用加进裤子也很好看的一个长度 整体呢是比较宽松 微微的落肩 再裙子呢是这一件 MIT清爽抗菌简约松紧长裙 尺寸是M号 价格是899元 两侧呢是都有做了开叉的设计 更方便活动 做了全腰的松紧 所以穿着的时候很方便 就直接套上就可以了 因为它的口袋呢是直接缝在了这个 正两侧缝线的地方 所以其实在臀部的线条会没有那么流畅 因为有这个口袋的形状 所以如果说它的口袋可以坐在里面 这边的话 这个问题应该就会好很多 其实我自己是很少尝试套装的单品 但是这一次试完之后意外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在赶走吧的课的时候 搭配一双球鞋就可以出门了 属于不用动脑的懒人穿搭 在第三套穿搭内搭是透气美背bra top 加上韩系透肤长版整织背心 裤子是直筒丹宁裤 这套穿搭呢我觉得就是有点小心机的个性风 冰杆极简无痕透气美背bra top 价格是499元 现在官网上的是剩下黑色以及白色 我拿到这件呢是白色的 整件就是这样子非常的丝滑的两杆布料 它里面呢是做了一体成型的罩背 胸前呢是这样子的淘心灵的弧度 穿上身的效果呢还蛮贴合我的胸型的 背面是这样子的交叉美背设计 非常的适合夏天想要搭配露背或是透肤的衣服 就是可以有点微微的小性感 但是呢有一个我不太喜欢的点 就是它的这个扣环呢是直接坐在了正面的位置 正面的设计呢可以更加简洁一点的话 我觉得单串的话会更加的时髦 上一支这件韩系简约透肤长版整织背心 价格是699元 总共有鸵色以及白色 我拿的颜色呢是鸵色 但是虽然它叫鸵色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带了一点点暖掉的灰色 我觉得这件呢应该会蛮适合小个子女孩的 因为它的长度呢并不是非常的长 下摆是不对称的圆弧剪裁设计 整件都是采用卷边的收边 这件的整体版型呢比较窄一点点 所以我建议呢下半身会搭配比较合身一点的 纸筒裤或是裙子 材质呢是手感比较硬一点的针织 我觉得单串是不会有刺敷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直接这样子摩擦身体的话 还是会感觉到粗粗的 针织呢是这种稍微密一点点的透服 下半身呢是搭配单凝直筒裤 在配件部分背上一个黑色的小包 以及黑色的靴子 看起来呢就是一套比较有个性的穿搭 第四套内搭是钢的美背bra tub 加上防亚麻长版针织背心 裤子呢是立挺工装裤 这一套穿搭重点呢就是 我将长版的针织背心反穿 让V领呢在后面 只扣最上面的两颗扣子 露出bra tub的美背交叉线条 正面的领口处呢会有点衣标的踪迹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这时候呢就可以搭配一条 比较有点分量感的项链 这样子呢不仅可以弱化掉领口的标签 也能增加正面的视觉重点 下半身的裤子是搭配这一件 算性风格立挺工装裤 价格是980元 我拿的尺寸是M号 颜色有灰色以及卡漆色 它的两侧裤管呢各有一个立体的大口袋 我166公分 穿起来呢是刚好落地的长度 它整件呢是用了这个斜纹的布料 我收到的这两件裤子呢 我觉得它们的拉链其实都做的还挺滑顺的 因为像比较平价的裤子很容易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那个拉链会非常的卡 很难拉 但是这两件呢都没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拉链的品质是都还蛮不错的 但是这一件呢我觉得它对于 臀部的修饰度呢可以说是没有的 但是它并不会有特别让你的臀部放大的感觉 它就是你原本的臀部位置在哪边 它就是在哪边 虽然说我选择穿工装裤 我就并不会追求说它一定要很显瘦或是很显腿直 因为毕竟工装裤穿起来就是要有一点那种男孩的感觉嘛 但是以防呢有人想要知道它这件裤子的修饰度的部分 所以在这边呢我还是跟大家说明一下我的穿着感受 我觉得这一套呢就是很适合假日的时候出去约会啊 然后或是出去玩的时候穿 大家可以多尝试衣服的不同穿搭方法 这样即便是你可能只有少少的衣服 也可以透过不同的穿搭方法去打造出不同的风格 这样呢就可以将衣服的价值呢最大化的利用 再来第五套穿搭是利用到的三件单品 亚麻长版针织背心加上简约宽松V领上衣 加上简约松紧长裙 到了第五天大家是想说 诶单品都穿搭过一轮了 该怎么变出新花样呢 这时候呢就可以拿出Look 2的套装 我将米色的长版背心搭在这套柠檬绿套装的里面 上半身呢先穿上这一件长版背心 下面两颗扣子不扣 再套上V领短袖上衣 在这个背心的下摆跟裙子中间 就会呈现了一个倒三角形的线条 这样子呢就可以以很简单的方式来营造层次感 而且呢又比较不会闷热 我觉得夏天呢很推荐大家可以入手一套 比较特别色的套装或是衣服 因为套装的好处呢 你就是可以一起搭配 或是各自分开再跟其他的单品做搭配都可以 大家会比较喜欢套装的哪一个搭配方法呢 是简单的快速出门 还是稍微加了一点点趣味的变化 OK第六套穿搭 运用到了三件单品 内搭是刚的美背bra tub 加上韩系透肤长版真姿背心 加上简约松紧长裙 这件韩系的长版背心呢 也可以变身上衣 我将它呢搭在长裙的里面 因为这件背心它是比较合身一点的剪裁 即便是搭里面也不会显得突兀 加上这件长裙的腰头呢 是全松紧的 这样子整个扎进去穿 腰部也完全不会有拥挤的感觉 再搭配上一双黑色的靴子 以及手拿一个黑色的小包 我自己是很喜欢在穿裙子的时候 加上一些比较中性一点 或是比较硬挺的单品 来平衡掉裙子的柔和的感觉 即便呢这套是穿裙装 也能呈现一个比较帅性的风格 最后一套穿搭 一样是运用到的三件单品 简约宽松V领上衣 加上亚麻长版针织背心 加上力挺工装裤 我在上衣呢是搭配了这件 宽松的V领上衣 下身搭配工装裤 在外面套上长版的针织背心 这时候我只扣了最上面的一颗扣子 让下摆是敞开的 这样子呢可以拉长下半身的比例 很简单的利用一件外搭单品 去改变整身的风格 戴上呢跟裤子呼应的灰色贝蕾帽点缀 搭配球鞋 原本呢是比较运动 然后比较休闲中性一点的感觉 搭上外面的这一件 长版针织背心之后呢 看起来呢就会变得比较有点俏皮的感觉 就可以有时候欸你这样好像蛮用心穿搭的喔 殊不知我只是在外面多加了一件长版背心 整体呢就是一套很休闲日常的俏皮穿搭 OK以上就是我用MOBO的八件单品 搭配出的一周学生穿搭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套呢 这次呢品牌有提供抽奖的活动给大家 即日起就是影片上线的这一天 一直到8月27号为止 有两周的时间 大家只要在这部影片下面留言说 你最喜欢哪一件单品 就能够有抽奖的资格 然后呢我会在8月28号当天 抽出一位得奖者 公布在影片下方的置顶留言 大家要记得再回来看喔 活动奖品呢就是可以 任选MOBO官网上面的单品一件 大家赶快到下面留言吧 这支影片所有的单品资讯以及 抽奖的详细办法我会在下面的资讯栏 完整的附上 但有问题的话记得要去点开资讯栏看看喔 另外呢MOBO在全台各地有设多间的门市 所以如果说今天的单品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到实体门市去试穿 对了跟大家说 我录影的今天其实是台风假 但是好像我感觉外面的风雨是 还好没有非常的大 就是蛮风平浪静的感觉 但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台风天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好的再一一不舍我们的影片还是要在这边结束了好吗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